杭州的陈女士在网上买了一款沙发 说是放了四个多月还有味道 之后还有意外发现 可能是染料的味道 去年双十一陈女士在首页天猫旗舰店 买下了这款皮质沙发 付了九千零八十块钱 陈女士说今年一月送货到家 沙发就有味道 直到现在还没散干净 记者凑近闻了闻 确实有股味道 去年十一月份走 然后好到现在也有半年的时间了 那本来原计划的话 就是半年左右入住 但现在的话因为这个沙发 我们这个味道真的不敢入住 可能还想再推迟半年这样子的时间 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入住 然后我们之后也有一个备孕的计划 所以说这个不敢冒险 陈女士反馈给商家后 对方回复 这是皮的味道 不是甲醛的味道 建议去做质量检测 陈女士对检测费有顾虑 暂时搁置了 陈女士丈夫是做设计的 对图片比较敏感 前段时间夫妻俩用淘宝的拍立陶 也就是在淘宝软件里 用商品照片和图片 可以自动检索到相关卖家 然后夫妻俩就发现了 另一家北欧表情天猫旗舰店 也在卖这一款沙发 价格要两万五 两家店有多张相似的图片 像这张里面的地毯摆件 椅子一模一样 只是两张照片左右反转 呈完全对称 然后后来我也去跟北欧表情的 一个旗舰店去沟通过 他们说用的照片 就是大部分都是盗取他们的一个图片 那你觉得有什么 像这么做有什么问题 他用了一个别人的图片 然后一个Face 就是这不就假猫伪恋吗 陈女士联系了北欧表情天猫旗舰店 对方表示产品都是百分百实物拍摄 场景由设计师搭配 对方倒图了 陈女士再联系首页天猫旗舰店 电话打不通 对方让加了微信 答复说这是经典款 满大街都有 还是建议陈女士去检测 陈女士表示她可以承担一部分折旧费 但想把沙发退了 他们所有的沙发都是有检测报告的 他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的 然后正规的渠道检测的 如果说您证明您可以就是说 您可以在国家认可的机构 正规的出一个自检报告 能证明他们是假猫超标的话 他们说的是可以帮您退货退款的 那么对于这个防款的问题呢 这个需要这个举报部门去处理这个问题啊 他既然首先在图片上面都是用了别人的假照片 那怎么样去保证他这个质量是过关的呢 那么另一家北欧表情天猫旗舰店 拥有这款沙发的版权吗 对方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说版权仅限于50年 超过了就可以复刻 他们会针对道图投诉那家店 之后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淘宝公关部 对方表示会调查跟进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